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是Alan 我是Jimmy 大新聞 久不久都有大新聞 這次澳洲總理出來放封 關於移民的新政策 他說下個星期會有新的措施 針對學生簽證 似乎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是呀 因為今年2023年 淨移民人數已經超燈 爆了額 知不知道有成多少人 我看報道有成50萬 50萬人 即是湧進來 所以現在的問題 在於太多移民過來 所以他們明年2024年 就會大力削減這些人數 尤其是學生那邊的簽證 嘩 有沒有說是怎樣的削法 如何呢 有什麼大件事 全部那麼多就削那麼多 嘩 你那個手臂那麼長 現在你的顯示 起碼削了三分之一 是呀 就是削三分之一 真的嗎 真的呀 三分之一 很厲害 而那三分之一是學生簽證 主力是學生簽證 尤其是學生簽證 他不單止只是說學生簽證 還要說有一些狡猾的agent 他聲稱是狡猾的agent 就是務讀書為名 就是找人來做事為實 他這樣說的 所謂那些狡猾的野雞學校 掛著牌是學生簽證 誰知道來找事做 就賺錢那種 所以他們主力是針對打擊這一部分 哦 主力是賺錢 你說是以讀書為名 但是賺錢為實 是在說學生賺錢還是agent 學生賺錢 學生賺錢 就是幫這些學生 這些學生上來賺錢 這些agent就是這樣 去幫這些學生走這些困難 沒錯 就是想打擊這件事 沒錯 那麼影響到的人 會是哪些 你覺得它應該會影響些什麼人 就是幫人做這些學生簽證的agent 專門一些小的學校 或者不是university的學校團體 去搞這類的簽證的學校 那麼這些機構 都會是被打擊針對的對象 是的 那這件事都影響甚廣 是的 那麼它會有什麼做呢 就是你簽證的時候 工作的時數又會被影響 畢業可能會影響你可以上班的時數 受到限制 甚至乎有一些讀書的學科 不是在那個長期或短期的 short page list裡面 即短缺的人力資源的話 那可能你們未必可以留下 未必可以留下 意思是在讀書中的都 讀書中就讀書 但畢業的那些 你就未必可以申請到450 或者不可以留下 就算可以留下 就算可以留下 工作的時數也可能受到影響 所以差不多是叫你離開 明白 詳細的政策是未講出來的 不過今次這個放風 就講得很明顯 就是針對這班人 即是說現在萬大使 就要等下個星期一 就公佈一些詳盡的消息 那就會更加落實 知道這個新的政策 怎樣影響 有多大影響 是的 如果你現在這秒鐘 是計劃準備入址的話 那就先看看下個星期 最新的消息是怎樣 嗯嗯嗯 是 好的 影不影響香港人 都不多不少影響 因為如果你是想著讀一些科目 想著拿個485 然後拿HKStream 可能會因為這件事的政策 推出 而令你的Visa受影響 都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下個星期 它的宣佈是甚麼內容 嗯 就是這樣 那就是要認真想清楚 是的 我們執好行李 準備回香港 之餘 都放下了 不執著 都跟大家說聲 可想而知這件事 這個消息多麼嚴重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嗯 好的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好的 有甚麼的留言 你們的經驗是怎樣 告訴我你的想法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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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